很多人把香菇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而且更好吃 把香菇剪掉根部清洗干净 锅里水开之后放入香菇 把香菇煮熟之后捞出备用 用剪刀这样边转圈边剪 全部都剪成细长条 然后放到纱布里 用你的挤干水分放到盆中备用 一块猪里脊肉切成薄片 然后再剪成细长条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花椒粉 再加点花椒粉 放入姜末和生抽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稍微多抓拌一会 让食材吸收料汁方便入味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匀后腌制10分钟 往盆里打入两个鸡蛋 再加入适量的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菜好吃的关键 就是加入这个小酥肉专用粉 然后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 边加边搅拌 搅拌成这样像酸奶一样的糊状 接着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将食用油做出来的小酥肉 会更加的蓬松 然后把面糊倒入盆中 然后搅拌均匀 锅里油温六成热 下入肉条和香菇 炸的时候注意来回翻动一下 让其受热均匀 把所有食材炸熟炸透 炸至表面金黄之后老出 这样做的香菇小酥肉 香酥可口 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